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庞丁就是古代称作为厨师 然后呢 另外一种说法是呢 这是一个名字叫做丁的厨师 两种解释 后人都有赞成有反对的 那吴慧君是谁呢 有一种说法就是梁慧王 就是常常跟孟子手牵着手一起跑出来 那个梁慧王 然后呢 解牛 解泼牛蹄 杀牛 然后呢 手之所处 肩之所矣 足之所矣 膝之所矣 好 各位同学看一下 什么叫做手之所处 肩之所矣 足之所矣 膝之所矣呢 这椅子是呢 一只一脚的膝盖抵住牛蹄 然后一只脚踩在地上 用一只脚站立 好 所以呢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牛的身体非常的庞大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宰明的时候 他真的是手脚并用 手足并用 然后呢 霍兰想哪里 奏刀霍兰 霍兰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都是撞声词 就是那个刀切下去 皮跟骨肉剥离的声音 所以响呢 通那个下面是音部的响 那霍呢 霍兰呢 也是什么 撞声词 比那个 这个霍兰的声音更大声 所以各位同学按照身体比例来看 大家应该知道 牛蹄的结构是很满 比起人体来算呢 算是还蛮庞大的 所以当一个成年人要去解剖牛蹄的时候 如果说他没有别人帮忙的话 那他可能要手脚并用 而且由于牛的曲点很庞大 所以呢 刀呢 切进去的时候 然后呢 牛的身体呢 被解剖骨肉分离的声音 应该是 刷刷刷 那声音是很大的 因为牛的一个曲体是很庞大的 不是说很细小很纤细的一个物品 而是很庞大的物品 所以他是手要抵住 肩要抵住 脚要踩着他 膝盖抵住他 然后呢 才可以让他 那个很从容不迫 把牛的身体呢 很干净利落的把它解开来 所以呢 刀钉解牛 其实呢 可以想象的 由于这个刀钉 这个厨师的话呢 他已经悟到所谓的 所谓的 养生之道了 所以当他解剖牛体的时候 真是达到那种行云流水 天能合一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 他的一个全身上下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仿佛在跳舞一样 非常优美动人 圆满无意 这样子 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或多余的多发花费的 浪费的一丝力气 这样子 达到天能合一的一个 这样完美的 达到道的一个境界 即使是在 事实上这个解剖牛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是在熟视世界的一个这样 厨师 身份卑贱厨师的一个什么 日常行为 可是因为他已经达到道的一个境界 所以呢 仿佛呢 就是达到一个怎样呢 天能合一的一个高超的美妙的 那个高度 所以说他的一个解剖牛的一个 厨师的平反的一个工作 事实上就是好像在诗人眼中 在梁慧王的眼中 展现出道的境界一样 所谓道的境界真的是还蛮抽象的嘛 对不对 就是要抽象道道呢 用具体的一个故事 就是来展现来说明道的境界 所以才有所谓的 庄子预言题的一个写作嘛 那咱们的庄丁他解牛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样子啊 那个浑南天成啊 咱们的庄周就形容了 何于桑林之舞 就好像呢 看他解剖牛 就好像耳中听到桑林 就是所谓桑林曲的舞蹈 就好像我眼中看到 基本上他不是在一个 做一个厨师的日常的工作 就好像在跳一个什么样呢 名曲配合名曲的舞蹈一样 然后飘飘欲显嘛 对不对 圆满如意 然后动作姿态都非常的美妙 好像人们在跳那种 已经达到所谓的艺术境界的舞蹈一样 乃中心惠金首之惠 金首是惠就是怎样呢 金首是一种摇时候的一个名曲 所以说合于怎样呢 金首乐曲的一个什么节奏 非常有韵律感 非常有节奏感 看起来就好像在跳舞一样的怎样呢 行云流水 然后呢动作曼妙令人怎样 赏心悦目啊 别忘了他是在讲做厨师日常的工作 这几颗流体 可是居然在观赏者的眼中 看起来就好像他跳丧名的舞蹈 然后呢配合着名曲的节奏一样 这么有韵律感 这么有节奏感 这么样令人怎样 看起来这么样的赏心悦目 心旷声音 那这时候文慧君也就是说 梁慧王就讲话啦 看过以后就可以讲话说 昔 哎呀 真是叹为观止啊 哎呀真的是令人惊叹啦 散哉太棒了 既何至此乎 那些技术的话呢 怎么会达到这么样 出神路化的一个高超的境界呢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真的是 啊 令人 观赏了 令人赞叹不已 好 然后呢 这时候 袍丁已经把流体解剖完了 他试刀 试刀是什么呢 就把刀放下来 然后面对国君的 回答国君的问题喔 他说什么 成之所好者道也 我所追求的是 天地之间的一个道理喔 我所追求的是 解牛之道 近乎近义 已经呢 不是所谓追求技巧了 已经超越技巧的阶段 到达追求天地之间治理的一个这样的境界 始成之解牛之时 当我开始解剖牛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所见无非牛则 看到的时候呢 因为不了解牛身体的一个结构 看不到骨骼间的空隙 可以下到地方 因此看到就一整头牛 然后呢 就这样解剖 三年之内解剖 无数头牛了以后 三年之后 累积我的功力 我看到的 就不是看 你看到牛 就这样 见牛不是牛了 看到一整头牛 其实我一眼就判断出来 我刀应该从哪里下手 然后它的身体结构 空隙在哪里 所以呢 我看到那一枕头完整的牛的时候 其实我只看到 我只专注于那个可以下刀的空隙 所以呢 我所追求的 并不是解剖牛的技巧 已经超越技巧的层面 进见达到的 道的一个怎样 追求了 到现在呢 诚以神域而不以目视 我用心神去接触 其实呢 我不是用眼睛去看牛 我是全神灌注 全神灌注用心 用自己的一个全心灌注的注意力去怎样呢 做解牛的工作 观之指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 那欲呢 就是什么 接触 接触 感官的作用停止了 可是问题是怎样 全神灌注 动用我全副的精神 跟怎样呢 所谓的意志力 然后呢 去做这解剖牛的一个工作 那依乎天理 感官的作用停止了 然后呢 用我全神灌注的一个精神的力量来讲呢 解剖牛体 然后呢 顺应什么样呢 天然的道理 所谓的天理指的是什么 我只关注于牛体的自然结构这样子 然后呢 只要看一眼呢 因为我千锤百炼已经达到所谓的怎么样 超越计较到的境界 所以我一看一头牛 我就立刻可以判断出来 它的结构中缝械的地方 我可以下刀之处在哪里 所以呢 在我眼中看到的 别人眼中看到的是一头牛 我看到的是 批大戏 导大款 那批是什么 用刀去怎样呢 切进去的意思 晋极的意思 晋极的解牛刀 那戏呢 是空隙 就是筋骨之间的一个空隙 很小的一个隙缝 导大款的导是什么呢 就是导引 也是把那个解牛刀运用自如的意思 那款是什么呢 就是空隙 就是骨骼间空隙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 那下刀的地方 其实是人体自然结构 有空间可以运作的地方 好 因其固然 就是说 我解牛的时候呢 遵循的是天理 什么样的天理呢 就是顺着牛本身的身体结构 有怎样的 那个运作操作的解牛刀 那因就是什么 顺着固然就是什么 牛体原本的天然的结构 好 那知金啃庆之未尝 何况大姑姑 知是什么呢 知就是知脉 那金就是金脉 啃就是什么 依附在骨头上面露 附着在骨头上 长在骨头上面露 那庆是什么 庆就是什么 筋骨盘跟纠结的地方 那大姑就是什么 大骨就盘骨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我呢 筋络跟筋骨都不会怎样 碰触 更何况是大的一个骨骼呢 我也不会用把刀怎样呢 去触碰到这些 身体结构比较坚硬的部分 这个都是我避开来的 我绝对不会碰触到 好 那凉跑碎跟刀 好的厨子呢 一年换一把刀 因为它是用割的 那竹跑月跟刀 就是怎样呢 就是竹跑就是一般的 普通的平凡的厨师 就是它一个月要怎样呢 可能要更换一把刀 可是要重新的把它怎样呢 打磨力磨尖 对不对 那折也 为什么呢 折就是什么 砍的意思 就是说 它的那个解牛刀是 使用的技巧不够 普通的厨子呢 解剖牛的技巧不够 所以它的一个解牛刀 会怎样呢 碰触到身体结构 经营的部分 那那个解牛刀的刀刃 就会受到什么 损伤 可是由于我是怎样呢 应该算是神厨吧 因为它比凉跑更厉害哦 现在我这把刀 已经19年了哦 而且呢 解剖了数千头牛了 可是问题是我重新没有 没有重新打磨过 可是它的刀刃好像还刚从磨刀石磨出来一样 非常非常的锐利 这形就是什么 磨刀石的意思哦 那为什么会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 因为牛的骨骼尖是有空隙的 那剑是什么 空 那个空隙的意思 那我的解牛刀是非常锋利的 非常薄的没有厚度的 然后把那个没有厚度非常薄的灯灯刀刃插在骨骼间的空隙 以无厚度有限 这无厚就是什么 形容那个解牛刀呢是非常的锐利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所以一般人厨师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把好刀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刨钉 它本身的那把解牛刀 所谓的无厚是什么 非常的锋利哦 而且它切进去的 它呢 那个 晋级的都是那种 牛身体里面的空隙 然后这把刀又这么样的锋利 所以根本就是什么 如入无人之境嘛 对不对 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什么阻碍 而且这把解牛刀也没有跟任何牛身体结构坚硬的地方有碰触 碰撞 所以刀刃当然都完好如初没有受损 灰灰呼其余油润必有余地 灰灰呼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身体结构其实有很多缝隙 是非常的宽广 比照于那个锋利的刀刃 无厚的包刃一样 是让它油润必有余地的 它的牛体之间的一个空隙是非常宽广有余地的 可以让解牛刀活动运动自如的一个足够的空间的 是以19年而刀刃若新发于行 所以这把刀已经用19年了 可是好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好刚拿起来的一样 好像新磨好的一把新刀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已经进于季道的一个境界了 所以它在解了鲜头牛的时候 它的刀刃都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什么 牛身体里面硬的一个坚硬结构的一个什么阻挡 所以说它也没有去撞击到那种坚硬的部分 因此这把解牛刀好像完全都没有受损 就仿佛刚从磨刀石磨好以后的一个锋利的新刀一样 王好如初 虽然就是虽然如此 虽然我的境界已经到了那么高超的地步了 可是美智于足 足是什么呢 就是筋骨盘根交错错节的部位 就是身体结构最复杂的地方 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个组织的话 那个交错纵横盘根错节的部位 那无间其难为 我也知道这部分的话 这个阶段是非常的困难 触然为界 触然就是什么 小心谨慎的样子 什么要照触然呢 就是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然后全神贯注 视为止行为止 就是怎样呢 精神注意力其中 而且动作非常谨慎 小心 霍然以解 什么叫霍然呢 就是牛的身体结构 分开来的样子 然后呢 稍微一动到牛的肢体就分解开来了 就好像呢 如土伪地 一切是那么圆滥自如 然后呢 就好像呢 土快要怎样呢 回归大地一样 是那么样子的合情合理 仿佛是那么样子的 没有一点点的摯爱难行 什么事情都好像水到渠成一样 远转如意 真的就是所谓的行命流水 已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成归成 土归土 然后呢 流体里面的各结构 骨头归骨头 牛皮 对牛皮 牛肉归牛肉 所以说呢 就是如土伪地 那就是各个部位都怎样呢 那么样的理所当然流畅的怎么样 分解开来的意思 然后到这个时候呢 我就只要呢 提起刀来 ok 然后呢 为之世故 为之愁愁满志 这是后来常用的成语嘛 就是这样 自得意满这样子 觉得做一件漂亮的事情呢 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心满意足愁愁 善刀而常之 那当然要把刀子擦拭了起来 然后呢 收藏起来 以待下次的话 这把刀要再度出鞘 这样子 所以呢 我提刀站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 大功告成 解剖流体 远满 功成圆满了 所以呢 我就把刀呢 好好的擦拭 做了善后的工作 然后呢 收藏起来 然后就好像 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这样子 那完成一件杰作 非常的有诚意就感 心满意足 所以称之谓 愁愁满志 满志 这时候文慧君就说 善哉 真太好了 无闻 袍丁之言得养生耶 我听了袍丁呢 解流的解释 得到那个养生之道 那袍丁解流是著名的成语 也是庄舟的预言作品里面很著名的一篇 它当然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什么样呢 意涵跟象征性 而且呢 它对于人如何在困境之中 去安顿自己的身心 其实是值得让我们去深思 然后呢 值得让我们去深入的去思考跟探讨的 首先呢 这个预言的话呢 有寓意 有它的一个象征性 有它的一个寄托 比如说刀呢 比喻的是人 那刀锋跟刀刃就是人的心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呢 凡夫俗子在红尘俗世里面的话呢 碰碰撞撞 会遇到很多人跟事 那免不了会有伤心受伤受害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也会伤别人的心 伤别人的这样的感情的时候 那牛呢 复杂庞大的结构错综复杂 然后牛体之比喻的就是我们人世间 那为什么人会伤心 为什么人会受伤 刀刃为什么会破损 然后呢 牛体为什么也会这样 它的坚硬复杂的地方也会这样 解剖起来不是很流畅 不是很完美呢 是因为人们老是怎样呢 去切割人世间 切割人世间的肉 砍人世间的骨头 跟人家对抗破裂 伤心难过这样子 所以说你会发现的话呢 人世间的话呢 如果说有对立的一个什么 不同的立场 然后加以争斗的话 其实都会产生人世间很悲惨的事情 产生憾事或惨事 比如说呢 像恐怖分子 他会要对抗 跟世人宣誓他的理念 所以有所谓的双子星的大楼爆破案 这样子害得无数的人呢 家破人亡 然后呢 恐怖分子以血尝血 也是用生命来这样 进行他的一个恐怖行动 这样子 所以呢 对于恐怖分子而已 他刀刃刀锋 当然就是这样 常常就会这样破损 因为他跟别人对抗嘛 对不对 用暴力的行为去对抗 这世界上的他所不满意 或反对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很免不了就会受伤 对于呢 养护自己的一个什么样呢 天性或者是怎么样呢 自己的身躯 当然是有非常坏的影响 所以呢 人会衰老力尽苍苍 其实是因为什么 刀刃刀锋常常受伤 因为人们常常用刀去怎么样呢 攻击你认为不合理的事情 你反对的事情 或者是怎样 跟别人对抗 那免不了的话呢 就会产生这样 两败俱伤 两败都受伤的话 那免不了就这样 力尽藏伤啊 所以人会老 会伤心 会死 会衰老 都是有原因的 好 那怎么样才可以这样的静黏 养生 然后呢 可以这样保全自己的一个什么 性命呢 各位同学 道德经上面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最高境界上 善行就好像水的品性一样 他呢 则慧万物而不争名利 所以说呢 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什么样呢 柔弱的力量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所以说水道的话 那个水的一个什么样呢 生命哲学的话呢 其实呢 已经达到道的境界了 好 虽然说呢 你会发现地下水会渗透到 那个怎么样 人之所物 讨厌的一个什么 可能非常的 臭啊 脏啊 很低下的一个地方 这世界上肮脏脏 脏脏 脏乱的地方都有水 都有地下泳泉 可是又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水产生的力量就是这样 它是最强大的 好 那水的至善的哲学 太过以抽象 那世界上的话呢 不论是东西两方 都有所谓的圣哲 圣贤 那么哲人 然后呢 他们其实都实践了一个水的什么 善道 比如说像各位同学应该知道 用非暴力哲学带领印度迈向独立 然后呢 没有武力武装 然后可以成功的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 就是印度的圣雄干地嘛 对不对 ok 他不废一兵一卒就可以怎么样呢 和平解决印度独立建国的一个这样的伟大的使命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呢 实现了所谓的怎么样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跟实现种族和解 他是南非首位的一个什么黑人总统 他也是柔弱之道圣 刚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范例 凭着他这样子的一个文人 他不是一个军事领袖 然后他也没有庞大的一个军队 可是他可以促进南非的种族的和解 所以他被誉为最伟大的一个南非人 促进的整个南非这个国家的一个什么进步跟繁荣这样子 所以说他水的善道也许我们觉得很抽象难以理解 可是是真正伟大的人或者成就不凡事业的人 其实他们都善提水的一个什么哲理 然后创造出非常的深远而伟大的一个这样的事业 所以各位同学那我最后再把创丁解牛的养生之道的重点 跟各位同学再分析一下什么叫养生呢 就是把生命中的痛苦消失 骂你纯真没有的天性可以让他回复 不要让他受损 保护他 养护他 不要让他受到外在人世间的一个人世纠葛的伤害 那如何养生的话呢 陶丁的解牛知道 告诉我们呢 刀刃要在牛体结构的空隙中通过 所以刀刃要无后 所谓的无后就是什么 无分 善恶两望 无善无恶 善恶两望 无行无名 善恶两望 然后呢 无后就是什么 不要偏执 不要生 是非分别之心 那有见就是什么 有见系 所以解牛是什么呢 解牛事实上是有寓意的哦 这牛体就是人世间哦 就是那个烦恼纷争 让人家觉得那个身处其中 就如同万丈红尘一样的人世间 所以刀刀的解牛不是真的解破牛体 而是解开人世间的一些这样冲突 解开人世间的矛盾 解开人生和在人世间的一些怎么样 枷锁 跟限制 跟苦恼 跟困顿 然后没有后度就是什么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执着于分别心 是非心 解开人世间的矛盾复杂 而保有自我的本性的天性的纯真 通脱自然 通脱自然 而完全没有后天的一个什么 人为的作为 包围一种纯真的本性这样子 所以养生主的身主讲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一个什么天性 然后能够有见无后就可以解牛 然后把人世间的种种的纷争都能够 这就是说的养生之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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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